镜头回到国内 疫情警戒降为二级之后 有发现吗 人潮跟车潮回来了 虽然国内疫情趋缓 但也让人担心 这样会不会造成防疫破口 再加上国外变种病毒 导致的疫情还是非常严峻 台湾也有一些零星的境外移入个案 所以现在有公卫专家警告 未来两个星期将进入疫情降级的观察期 甚至要到九月才可以比较安心 另外感染科专家黄黎明建议 可以开始规划健康码 将每个人快筛 还有疫苗接种的记录整合 快速掌握 人多车也多 疫情降为二级警戒后 熟悉的拥挤又回来了 让人仿佛回到疫情爆发前的状态 也有人担心 降级为解封之后 会不会再度出现防疫破口 重返三级警戒 感染科医师黄立明提醒 至少需要观察两周才能安心 人民的一般民众的顺从性 就怕有隐形感染源还藏在社区 除了降级的观察期之外 一路到九月份 也要留意本土个案 会不会再度增加 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别忘了还有印度变种病毒Delta 随时边境 虎视眈眈 国内也仍然有零星的境外 移入个案 而国外专家陈壽司也提醒快篩认证机制 现在就可以开始做 陈秀希强调国人戴口罩的习惯也是防疫优势 继续落实 带苦咒勤洗手 全民共同防疫 才能避免疫情再度卷土重来 华市新闻林婷 黄建盈台北报道